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政府与学联展开了首次对话 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游说学联呼吁市民尽快撤离 占领区又提出了四点回应以展示诚意 在上次政府跟学联的对话取消了之后 我们经过了大概十天的时间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对话 昨天下午六点是在香港的黄竹坑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由岭南大学的校长郑国瀚主持了 持续了两个小时的一场 香港政府与学联代表的一场对话 双方的各派出了五名代表出席 香港政府这边的是有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 副局长刘江华 还有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邱腾华 而学联这边的也是五名代表 有秘书长周永康 副秘书长陈敖辉 常委呢 梁立国罗冠聪还有常务秘书钟耀华 昨晚深夜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啊 说这个香港政府还有最大的诚意 与学联的同学代表就政治发展进行两个小时 坦诚而有意义的对话 政府呢并提出了四点的回应 那这次四点回应呢 也是阐述了一些政府的态度 那么我们相反看到另外一方的学联在对话中呢 提出了三点解决问题的方向 但这方向呢 其实政府并没有直接的回应 这三个方向是 一是向人大提交报告 要求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正改框架决定 二是呢 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及路线图 将公民提名及废除功能界别 纳入未来的正改发展方向 第三个呢 是提出修改基本法 容许特首普选采取公民的提名 昨天这个对话进行了两个小时 双方也都发表了不少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好像大家都是在重复以前的立场 并没有听到特别的有心意的一些建议 而且呢 整个的氛围也是比较的和缓 没有出现有些人会不会以为 可能会双方有一语言的冲突啊 或者有一种非常激烈的争论啊 我个人的感觉还是互相尊重 很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的 没有什么超出预期的东西 尽管他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一个结果出来 但是我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我们都很关注 因为昨天呢 在那个对话开始之前 我们看到在旺角 在金中也有很多人 在街头上就等着这个会谈的那个直播 对全程向香港市民直播 其实是我跟朋友啊 或者是其他香港的一个朋友的聊的时候呢 他们都对这个对话是没有太大的期望的 但是起码就是港湖跟那个那个 学人是第一次的对话 也是可以说是向前大一步吧 对有对话已经是个突破了啊 对因为昨天呢我也有看那个部分那个直播的内容 我看到就是双方都是的立场比较硬一点 就是一步也不退 但是但是还是挺礼貌的 也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一些进步 比方说就是港府 可以啊 就是像这个人代常委去呈上这个这个民意的一个民情书 就是反映一下 就是到底在八月底公布的框架值之后 就是香港方面 香港社会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社会不同界别的人士的看法是怎么样 当然了就是就是想李建俊和说过 就是这个民情的那个报告 能不能够就是改变那个补损的这个这个框架呢 就是都都要再观察一下 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香港政府愿意就是 面对这就是香港这种民意有这样的一个诉求 有这个方向 他愿意向中央去反映 也是一个进步来看 另外呢就是政府到最后呢 尽管这种方位也达成什么的结果 但是他们愿意就是在将来再期许这个会面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占众活动已经期许了二十多天 我觉得期许下去也是有一点点的问题 或者是后果会越来越大 但是双方如果有一个沟通的桥梁的话 我觉得对这个事件有一个比较平和 或者是满意的结果 所以其实对话还是建立起一个双方沟通的机制 我觉得其实发生刚刚提到了几点都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政府在这次的这个表态当中 也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一个是2017年普选的在人大常委会的观点下 其实仍有相当的空间 我觉得相当空间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令选举公平公正和高透明度 其实第二点呢就是他会在咨询的时候 继续来保持与学联对话 我觉得这种对话的确像哈森刚才说的 是一种交流一种理性的一种方式来进行 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在后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最后一点 他提到是像这个中央港澳办来提交民情报告 我觉得民情报告会反映出一些香港目前的一种真实的情况 也会进一步的改善吧 听了刚才大家三位的态度都觉得是比较乐观的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是看完整场的一个会 我会觉得双方是在平行的空间对话 没错我有同样的感受 完全同样的感受 对因为像政府方面 其实是一直在强调和重复他们一贯的立场 那学联实际上有一些地方上面他们有一些松动 包括说我注意到有一个很细节的是 他们的一位代表在发言的时候说了说 其实现在当务之急是现在功能阻别的问题 那如果公民提名是一个更好的方案的话 我们可以怎样怎样 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反映出来 他们现在认为这个废数功能阻别是一个可以妥协的地方 是一个可以谈判 我们可以去就这个具体的事项来谈的地方 那政府的态度其实就是一贯的表态说 一切现在的一切都是不可能更改的 对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 另外就是当双方对话完结束之后呢 这个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还有其他的四位官员 有一起跟记者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那我会留意到很明显的是 在这个一开始双方对话的时候 五位官员表情都是非常凝重的 但是你在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他们五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这种感觉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而且还跟记者有一些这种小玩笑 所以你就会觉得可能在他们的心里 把这场辩论或者把这场对话 更多的看成好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当成一场战役是吗 因为全程直播 对但是可能更像是一个走流程走程序的 不过我想即使是走程序也好 至少是迈出了这一步 毕竟这场对话的促成也是很不容易的 之前是流产过一次 因为政府坚持是要有主持人 然后政府坚持要有两个固定的议题 那现在看到是双方各让了一步 因为学恋一开始说不希望有主持人 那现在是有一个主持人 那同时在这个议题上也是比较开放 就关于这个主持人的问题 我就觉得之前一直在讨论 什么样一个主持人才是一个 相对来说中立的一个主持人 之前就说可能大学这些校长 他们可能会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那么也有这个显示 这次的主持人是一个梁粉 你怎么来看待 梁粉就是梁振英的粉丝 香港的一种说法 因为他之前会让大家觉得有争议的地方是 他首先是支持过23条立法 再加上他本身当上领大校长 这过程就很曲折 当中也有一些争议 一开始的时候 尤其他曾经是梁振英竞选特首的顾问 是 所以就有一点这种嫌疑 可能会在这个对话中 偏帮政府一帮的嫌疑 但好在他现场的表现 还是没有什么偏颇的 我想说就是开会之前 就是学年方面的代表 他们也很担心 就是那个主持人会不会偏帮那一方面的 但是我昨天的观察 就是主持人 就是做 做好了主持人 那个时间空气的那个角色 就没有 加入他自己主观的一些看法 我想他也蛮称职的 对 我其实我也这样观感 就觉得主持人 其实在其中 并没有起到一个非常 这个偏向一个态度的那种感觉 他还是一种 就是流程化的一种介绍就可以了 其实刚才凯西讲他的那个第一感觉 就是好像双方是在一个平行空间内 进行了一个对话 我是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一开始那么长的时间 双方各自都有冗长的陈述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不同的话语体系内的对话 都是在强调各自以前的观点 一个是围绕政治问题 一个是认为是法律问题 政府就说这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 尤其是人大常委会的那个决定 根本不可能改 但是学年这边就强调说 其实可以以政治的一些手段来推翻 人大常委会的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双方好像是底线根本就不一样 但好在我看到最后 林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包括过程中 学年那边那方面也有一些 好像松动的迹象 刚才凯西也提到了 反正我觉得政府最后 凯西说他们在见记者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会心的笑容 是不是也跟他们最后的表态 也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对话是满意的 认为还是有成果的 但是学年那边好像并不买账 他们觉得其实没有看到政府有任何的让步 对因为我觉得首先说很重要的一个成果是说 政府承诺会向中央去表达港人的一些意见 那实际上在整个的对话中 学年一直有在强调 或者说是有一点攻击政府的地方 就是在过去的政改咨询中 其实政府没有起到很好的反应民意的这个角色 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一系列状况 那学年的要求可能是说 现在造成这样的一个政治后果 你政府应该要有责任来承担 而且我认为在一开场就已经定调了 双方之间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分歧 是说政府这边是强调的是说 我们是一国两制中的一国 就是说香港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一个特区 对在我们的管制权以及这个选举的方面 我们是要一定是要有中央政府的角色的 那学年就比较强调的是一国两制中的两制 就是香港的事情要香港人自己来解决 所以我想 之前的公开信就说香港问题要香港人自己来解决 这是双方的一个根本分析 那我想这点方面可能学年的认识是不够清晰的 我觉得还是政府的这个回答是很应该 大家应该是普遍认可的 但是学年可能在感情上现在没有办法接受 我也发现他们对话中学年这边一直在强调 香港政府要怎样怎样 他根本就没有说中央政府要怎样怎样 他所提的诉求就是说 指责香港政府你开始没有做好你的角色 没有提交一个完整的反应民意的报告 然后现在也是要求香港政府来负责任 同时体现一些更多的功能 去反映一些更完整的民意 来提出一个解决的路线图 他都没有说中央政府要怎样 我觉得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学年和政府 香港政府这部 他两方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学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他并没有了解或理解 所谓的一国两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他觉得可能就两制是重点 其实我觉得是一国和两制之间 必须要去平衡这个关系才可以的 那我刚才看到其实我们说 Kathy一直说其实不是特别乐观 我其实看到第三点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乐观的 就是政府表达的是要成立一个讨论 政改多方平台 包括学生和年轻人一起来重点讨论 2017年后的政治发展 其实他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我觉得当这个讨论空间给予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代表一种乐观的一种方向 对 而且林郑最后提的四点建议中 除了你刚才说的第三点 说要建立一个多边的平台 反映各方的诉求 有这样一个渠道和对话的机制之外 他也提到第二点说是 2017年的这个普选的方案不是最终方案 也是体现了 其实政府这边是让出了一个谈判的空间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提出了 就是17年的普选方案不是终极方案 是一个好的一个迎头 但是我觉得如果政府可以宽速一点 就是说他有什么建议 就是怎么样去更军下去 怎么样去推展在进一步的 一个民主的那个选举的话 那昨天的那个对话就有更大的选择了 好 关于对话呢 我们稍后还有更加详细的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政府和学联对话呢 我们已经请到了香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刘瑞绍先生来参与我们讨论 现在目前的双方的对话 属于南辕北辙的一种状态 你怎么来点评对话双方的表现呢 大家必须把那个定位搞清楚 如果把昨天那个对话的定位 放在如何创造以后继续对话的机会 放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看昨天那个对话呢 已经可以走出第一步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对话谈判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尤其是在南辕北辙的政治问题上面 所以昨天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是官方的代表还是学年的代表 还是用硕情硕理的方法来对话 大家没有激动着语言 尽管立场很奋奇 最后呢 还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所以我不会把重点放在昨天谈没有什么结果 学年没有退 我不会放在这个重点上面 我会放在既然能够谈地事 而且政府也做出一些弹性的处理 譬如说要他们会提交一些民情报告 无论他以后这个内容怎么写 我们还是可以监督 还是可以等政府拿出一个怎么样的方案 可以大家尊重 但是也一方面要注意谈判的现实 谈性效果继续延长下去 所以政治方面呢 既有政治报德 政治勇气 谈判的时候也要讲政治智慧 怎么把官方继续留在公开的平台里面对话 这个是学生他们也得要考虑一下 所以我对昨天对话的评价 我不是意外否定的 那刘先生 您说学生也应该有一个政治智慧 来考虑怎么样把政府继续留在对话的框架内 但是他们在对话之后呢 表态是说不满意政府的反应要继续的占领 您觉得这样一种表态是有助于继续开展对话吗 我觉得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对话的技巧 或者是创造那个对自己有利的对话本钱 看成这个是一个方法 而不是看成是一个最后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学生他们为什么怎样做呢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政府也是不会把自己的底线挪动 政府同样采取一样的方法 就是我不会妥协的 你看大家梁振英说的话 老实说他的话呢 某个程度呢没有林郑月娥那么技巧 弹性 因为林郑月娥呢 他的话反映出 他的态度是有进有退的 但是梁振英的话呢 只是硬崩崩 只是讲强硬的话 最后的结果只会刺激大家的情绪 所以如果我们说学生只懂得进 也不懂得退 政府现在的态度同样是怎样 所以我经常说 这个是第一次正式的对话 不排除 老实说我也建议双方之间 除了这个公开的平台之外 也在这个平台的同时 那我说是同时 要建立另外的一些沟通管道 这个不是秘密交易 而是谈判的过程里面 这个是一个算管齐下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当年国共这个谈判 毛泽东到重庆里面 跟蒋介石达成某个协议 之前也有周恩来 还有跟国民党的其他人 做私下的沟通 中美尖交刚开始8年 也是私下沟通 最后第9年才公开的 所以我觉得学生可以坚持 公开的对话 现在怎样的策略 这个策略我强调 不要到暴力的边缘 能够掌握这个界限 政府现在也可以坚持他们的立场 但是也可以努力创造 一个第二沟通的管道 这个北京也应该考虑的 如果这样的话 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就能发挥出来 要不然双方都只是 坚持自己的立场 而不想一想 怎么一步一步解决问题 那么最后就证明一句话 中国人搞政治的 那个妥协基因 好像不够 是不是在这个方面 也可以发挥大家的智慧呢 好的刘先生 那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 今天香港的一些评论 包括一些网友的评论 都认为看完昨天的 双方的对话之后 似乎政府的立场是非常坚定 不可能变的 反倒是学联 可能有一些松动 包括说 我看到他们更多的强调 是说希望政府来承担 香港政府来承担一些责任 一些限制的责任 另外就是要希望 香港政府要定出明确的时间表 跟路线图方面 那您会认为双方的立场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就是学联是有一些 妥协的迹象吗 我经常说 很多时候呢 你没有接触 就是包括一些感性的 面对面的接触 没有这个 发生之前 大家都不会很务实的 讨论问题 好了 碰面之后 是不是双方都能解决问题呢 也不是 大家如果经过 更多的谈判的过程的话呢 大家就会知道 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大家两边的高手 刚开始的时候 都在尝试摸一下 对方的底线立场 态度方法 如果把那个重点放在这里的话呢 就不会现在马上 着促出双方都不能妥协 这样的结论 我请大家回顾一下 2010年都在谈2010年 都在谈2012年的政改方案 大家都说通不过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呢 已经写过不少文章 我发现中间有活门 这是活动的门 最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是经过各个方面的努力 双方也是比较务实的看问题 最后把2012年的政改方案 跟2017年的发展 整个扣起来 政府在2007年 做出一些承诺 那个时候呢 中央也说2017年可以有普选 所以最后2012年的 那个是通过了 那您看这一次的话 通过昨天的对话 您觉得有看出双方的底线 以及您说的这个活门 有存在吗 我看昨天那个对话 我的感觉就是困难 人仍仍然很大 而且这个困难 如果处理的不好 还是会继续扩大 如果处理的好的话呢 可以慢慢收窄这个距离 但是这个收窄的过程 肯定比扩大矛盾 这个过程长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我说困难是非常大的 刘先生 其实对于昨天的 政府跟学人的那个 那个对话 我有一个比较关注的点 就是说 林郑月娥或者是政府的代表呢 他们多次的强调 就是2017的那个普选方案 不是终极的方案 但是呢 这是对方学人方面 就因为不相信这个点 所以他们才坚持就是 可能那个占领行动 还会继续下去 那你 据你的了解 你觉得在这个人大常委 公布那个特首选举的 那个框架值下 未来可以改变 可以加入这个民主成分的 那个机会有多高呢 我经常说 政治就是一个不可能的艺术 所谓不可能的艺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条条框框是很多 我们也尊重全国人大的确定 或者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也要保护他的确定权 要不然他想到这个权 给人家打破呢 他就会有一些 很可能不理智的动作 我完全知道 尊重中国的现实 但是你在怎么样 让创造这个不可能的艺术方面 多想想呢 我看官民双方都可以想 昨天林郑已经说 2017不是最后这个方案 很可能以后有需要可以再改 还有就是保护这个执政的主导权 一想到这个问题呢 中间又摇摇摆摆了 就令到学生或者市民感觉到不踏实 所以学生不答应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他们也应该多想一想 比如说能不能把现在2017这个方案 跟2022的方案一块谈 而且希望官方在2022的方案上面 做出一些公开踏实实实在在的承诺 把两个也一块考虑 大家双方能够这个都能走过的活门 林郑这一句话 2017不是最后方案 以后还可以改的 在这一句话之后 再加一点就是他马上把2017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方案 马上拿出来 就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谈 也表现政府是可以往前走一步吗 所以这个政府多做主动也是必要的 所以看来提委会的组成是一个可以松动的部分 那您刚才也说到说 双方分歧的收窄是会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现在的占领运动还是会继续 那拖的时间越长 其实对现在的双方来讲 对哪一方更加不利一点 对双方都不利 那哪一方更加不利呢 对双方的没好处 我只要说呢 因为呢我看到群众运动 你越拖得长 第一会出现猛点 第二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人搞破坏 所以呢我觉得呢 凡是这样的群众运动 大家要明白 进退有度 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退 但是你怎么说服着这些学生 请他们退呢 我觉得有一个办法 就是政府现在马上宣布 开放天马公园 还有天美道 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地方 只要政府怎样做 就是把他们说的一个废法 即会间接变成一个合法的 政府同意的 然后就跟学年的朋友说 号召 学年也应该怎样做 号召在旺角铜锣湾的人 回来 理由是 收缩战线 巩固金钟 那怎样对学年来讲呢 也是能下台的 那大家 政府也让他们继续在那个 金钟 暂时继续下去 然后慢慢 把旺角跟铜锣湾 这两个地方先解决 怎样不是双方都 摆出一个 善意的姿态吗 这个就是讲到 政府能不能 学生能不能 拿出政治智慧了 拿出政治智慧 非常感谢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 刘二少先生的解读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刘先生刚才讲的 我觉得特别棒 就是本时我们觉得 可能双方的这个立场 都很强硬 昨天没有表现出什么 特别明显的妥协的信号 但是他刚才讲了 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可以进退的空间 也有很多具体的东西 可以来谈 我倒是觉得 还是挺乐观的 特别是我觉得 刘先生最后给了一个 切实可行的方案 实际上学年之前 也有提出过 用这个金钟道 换公民广场 这个意思 但当时政府的态度 是比较坚决的 所以看来刘先生认为 这是一个 大家可以讨论的空间 如果说政府把 现在的占领 变成一个合法的 那其实给学联了 一个台阶去下 那同时把这个战线收窄 也可以预防一些 社会暴力事件的发生 可能对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好事 但是他刚才说到 可以在现在就把 2017的普选问题 和2022年的方案 一起来谈 你们觉得这个 有操作的可能吗 港府会同意吗 这个可能要请教 哈森一下 这个我相信就是 其实第一次 他们的对话 我觉得政府还在盘算 就是将来下一步 可以怎么样做 但是你觉得 你刚才提到 那个情况 我想的就是 港府也需要一点空间 去思考一下 因为过去呢 可能他们就是有一点 比较 比较 没有空间的一个想法 现在呢 他们就是 在学人的那个对话当中 就有新的元素 他们也要 时间去考量一下 毕竟呢 就是 我觉得香港政府呢 他 执行力 还是 需要再改善一下的 但是我觉得 楼月孝先生的 建议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 港府应该没有 那么快可以 做出回应的 的确 双方现在目前 属于一种 坚持的状态 而且呢 观点也都属于 南辕北辙的情况 对话之后呢 学员联代表 依然回到了 金钟继续的占领活动 那么其实政府呢 也会在 未来呢 提交 所谓的香港 民情报告 那么这个民情报告 的确也会反映出 一部分香港人的 真实的情况 那么究竟会反映多少 我们也有的观察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 三地话新闻 我是盛伟 我是小蕾 我是凯蒂 我是凯蒂 刚才刘瑞超 先上提到 这种双方的一种态度 以及咱们来点评对话 也提到 双方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破坏分子 会这个不希望看到这种 就是说这个过程 拉得越长 可能这个变数就越大 还有一些人 可能会在中间 搞一些所谓的破坏 刚才刘先生提到的 就比如说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战中 二十几天的过程中 也看到了 其实虽然说是警察 一直承诺 不会过度的使用暴力 但是也发生一些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就比如说 天马公园那边 六个警察 把一个示威的市民 圈大脚踢 香港市民也有一个讨论 就是觉得香港警察 你是不是是在 正常的使用你的武力 他们其实警察 也是很辛苦的 但是现在市民的 对围绕警察的一个反应 也是有一个分裂的态度 那刚才像刘瑞超先生 在最后也提到说 再拖下去 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里面 他用了一个 这个股市的术语 叫指食 他认为现在香港政府 做的应该要做的是指食 就是停止的指 然后食本亏本的这个食 那我觉得这个用的是 非常的恰当 是因为现在的香港社会 正在消耗掉很多的东西 消耗掉什么东西呢 很多的社会成本 包括说可能有一些人 上班交通会 遇阻 这是一个消耗 那我们现在看到最直接的 就是警察的一个 不管是体力也好 精力也好的一个消耗 在这种消耗之下 双方其实都会爆发情绪病 可能这种 你也不能要求警察说 他毕竟也是一个正常的人 在长期高压的工作下 可能双方都会有一个情绪的爆发点 那他在这个时候 做出了一些不恰当执法的行为 被推到前面去 对他们有一些同行也是很正常的 他们必须要履行职责 对 可是社会上可能会有一些倾向是说 连同情警察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双方的对立也是更加的明显 我的看法就是说 不管是这些站中的人士或者是警察 双方都先不要动手 因为我观察到二十几天 那些比较大的冲突 可能我们在电视上看的画面 不是全部的事实吧 但是每一次就是 如果任何一方有比较强硬的一个表态 或者是动作 那冲突就爆出来了 对 我看之前有一个市民说是像警察泼尿 这个就有点过了 对 所以我觉得维持治安是警察的任务 但是我觉得好好坐下来谈 还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其实之前说的很多外媒 非常关心 当香港媒体播出来 香港警察与民的冲突之后 很多人就发表了一种态度 就觉得香港警察目前的一种态度 可能太过分了 那么也去呼吁说一定要去进行调查 那么的确西民这个涉嫌参与殴打的警员 已被停职 并到这个警察科去调查了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 在一定的情绪下 很多警民之间的一种冲突 但是我们的确像哈森刚才说到 我非常希望他保持一种比较领先的状态 不应该去动手 但是我其实我发现 其实在很多时候 比如说不仅警察 还有一些自己 比如打车的时候 他就会说 路过金钟 他说 这个地方一定要绕路了 这边有学生占领了 就很麻烦 他那个态度里面 会有一些不耐烦和情绪化的 对 这就是刚才Cathy说的所谓的社会成本 很多人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而且这个代价是有的人承担的更多一些 就比如说一些周边的商户 一些出租车司机 他们因为要养家糊口的问题 而自己的生计就遭到了挑战 那么香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要面对的 就是失去市民的信任 对以后的一个执政 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同意刚才就是 刘瑞肖先生有一个建议 就是开放的公民广场 给那些占颂的人士 他们去在那边旷逸 那就不会造成 现在那个非法占颂 那个道路的情况 因为你继续的 非法占颂下去 肯定那个社会是多元的 那个斗争 或者是那个争吵 肯定是不断的 那再继续升值下去 我就怕有一个暴力的事件 爆发出来 今天早上我那个坐出租车 来上班的时候 我特地问了一下 那个出租车司机 因为我发现他在听广播 就是讲的站中这件事情 好像对这个还比较关心 我就说你支持站中吗 他说哎呀 那帮学生 他们那个 因为这个事情是香港政府的事情 你应该去包围政府总部 你不要去占领什么中环 占领旺角 让别人的生活造成不方便 我说你的生意有没有受到影响 他说我这边还好了 但是我知道在那边运营 那些出租车司机们 他们的这个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他说这个是不公平的 对他们来说 所以这个社会成本 有一部分人是在主动的承担 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在被动的承担 而且现在香港 就像这个出租车司机说的是 对政府有意见 所以是一个政治问题 但是这个政治问题呢 政府又没有主动的出来解决 但是又强调说警察要维护 这个社会的治安 所以警察就变成了是 站在政府跟民众交锋的第一线 那这个第一线 你比方说大家在维护秩序的时候 手轻一点重一点 可能就会引发 比方说传媒报道 更多的把这件事情 给再一次的扩大化 对而且之前有那个 第一次司机就连署 向法院提出禁制令 说要禁止继续占领旺角 这些地方 法官也最后同意了 要颁布一个禁制令 所以其中还是有一些法律的问题 不过我也注意到 徐连和战中三子这边的表态 就是说我们知道公民抗命 可能会触及到法律 但是我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在战中结束之后 我们会去自首 其实提到这个禁制令的话 我们看到其实在早先的时候 大约有20名低时司机 从这个业园总会这个地方出来 那么带同着标语 到弥敦道和亚基老道的交界处 要求集会人士停止霸占马路 那么在场的人士和盗彩 双方一度对骂的状态 警员进入了调停 带走了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人士 那么也有一些市民自发来参与调停 我觉得其实目前来看 这个临时禁制令的确会引起 一部分的人的一些情绪和态度 对那刚才像小蕾说的 他打车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说 是应该去包围政府总部 那实际上学生的这个运动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包围政府总部的 到后来是因为有战中宣布 提前开始跟这个学生运动相结合了 所以才变成现在的 再加上后来在928的时候 因为政府有一些喷洒胡椒喷雾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 那可能让这种占领变成了 扩散到望角以及铜锣湾 那刚才像圣伟也说到说 包括小蕾也说到说 可以他们可能会在这个之后去自首 因为已经承认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那关于这件事情 其实梁文道他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们为什么害怕战中发生 这里面就提到说 如果假设说 即使这些人真的去自首的话 你其实要走的法律程序是很长的 那可能每一次要消耗的社会成本 也是很长 那可能每一次比方说有一些 现在的学联的这几位明星人物 那他们去自首的时候 是不是又会引发新的一些支持者 对他们 比方说在他们走入法院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支援呢 或者说爆发更多的程度 这种成本是没有办法去计量的 所以其实梁文道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这种成本 没有能够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 反倒是如果你有后续的 走这样的一个程序 我走法律程序 又是一个和平的事情 不会影响到其他市民的生活 但同时又会给港府 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想梁文道他可能更多的强调的是说 政府其实心里是知道这个成本的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他们其实一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928喷洒胡椒喷雾这些行为 可能是想要尽快的把这个事情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但是没有想到是起到了一个反效果 是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判断有一些失误 但是事情已经走到了今天 所以变成了警察在很大程度上 在承担着这样大家的一个情绪病 警察冲在第一线 他们忍受了很多的指责 我不知道其实在刚才 Cassie说到了很多警察的一种态度 其实我觉得我看了梁文道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不是很赞同 说真的 为什么这样来看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目前来说 他的情绪一直在延续 一直在蔓延 不能说是政府的一种当时的判断 是失误的 我觉得其实当时表态是很明显的 那如果说有一个公民广场让他们去集会的话 那就是OK的 但是你说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这么多暴力的事件 大家都犯了情绪病 为什么这个社会的戾气这么重呢 好像大家都很不满意自己的状况 而且战中这样的一呼把应的状况是为什么呢 要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再探讨这个问题 前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三天花节目 我是尚玮 我是小蕾 我是getty 我是assett 梁正英之前在外媒有一个言论 让很多人匪夷所思 就是说他觉得穷人是不应该去参与政治和管理的 他前几天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 说是大家的公民的诉求 如果实现的话 所谓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普选 可能就会让一些月收入低于1800美金 也就是大概是14000港币的人 他们这些大部分人的诉求 主导了香港的最后的政治的一些措施 这样其实是不利于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是商业精英他们的利益的 其实我听完这个消息之后 我没有完全去看当天那个访问的那个具体的内容 但是我听了之后 我就有一个 我也正经 假言 正经就不是真英 是正经 正经 因为其实上一 part就是小蕾在问 为什么现在政府开始跟大家去谈了 但是好像这是战中人士或者是香港市民 有部分的市民还是很坚确的要在停留在这里的地方 为什么那个怒气 那个利益 还是还是那么大 其实这个呢 就是跟上海政府就是过去有一些管制的风格是有关的 第一就是民意方面的那个那个注重好像不太够 另外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有一个官商勾结的那个印象 官商勾结 对对对 但是刚才呢就是 呃 梁特首的那一番言的 太赤裸裸了 反映他的精英主义的一个思维方式 深化了 就是将来 呃 如果我期许下去 呃 将来的方向也会是怎样的 那 那他说的怎样的话 对对解决目前的那个困局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完全没有帮助 就是在否向加油 基本上是没有帮助 但是我我倒是觉得 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他的确提到收入的问题 但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说 呃 他希望的是一个精英的一个政治来去呃 管理香港和治理香港 我觉得梁振英错就错在他在这样的一个时机 说了一句他心底的实话 是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精英主义思维 他是这样想的 我相信可能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人 很多人都这样想 很多被管理的人也是这样想 就是他们是认可这样的一种方式 精英代理治理 对 当然是梁振英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提出 真的是无异于火上浇油 再加上说呃他在里面有提到说 不能让香港变成一个福利型的社会 那这点其实 但他又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 那我想他指的福利型社会 可能主要是以北欧的一些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为代表 有一些养懒人的弊端 对 但是那些国家其实我如果 我如果是学年的话 我又可以反驳他点 那些国家现在不也是很先进很好的吗 再加上说呃 我觉得香港人一直以来 大家是有一个政治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问题 就是我但香港一直认为自己的经济其实已经发展到 比方说可能跟西欧那些国家差不多的水平 那为什么我的政治上不可以要求更多的是注重社会公平呢 就有一些类似于劫富济贫吧 可能是你富人应该要多交税 然后去补贴穷人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平 这也是很多 我觉得其实这个这个观点我不能认同 因为我觉得香港经济是很急性的一种状态 他不能说已经跟那个欧洲的状态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我觉得他那个不能类同的 因为你现在看到其实包括很多欧洲国家的确看到福利很好 但是你也看到很多欧洲国家是破产的状态 包括他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直接破产了 很多人在那买房最后就成烂尾楼 那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追求所谓的这个西方或欧洲的一种福利 那你现在你现在考虑到就是现在目前香港经济的确受的这种情况会不是特别的离心 所以我其实还有补充就是我认为是说如果说真的是香港变成了那种社会 其实大家也会发现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至少你让他试过了 然后他可能说因为这个公众也是很眼睛是雪亮的 我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去考虑的 如果说我选出来的政府是那样的一个实行变成一个福利型社会的政府 之后给我的生活其实带来更大的压力 大多数人更加受不了的话 那我下一次就把他选下去了 梁静英他这句话 我觉得他真反映了他水平不太高啊 政治智慧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还是想维持一个这种大地产商呀 商业精英来继续治理香港社会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他有没有想过香港为什么今天这么撕裂 造成这么多的社会问题 就是因为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正确的 就是那种商人反倒是攫取了那种底层老百姓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老土地 就是所谓的精英管制 就是你管得好的话 其实大部分民众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你看他向台之后 这是国方面的那个那个表现 是不是经营管制 这个经营的管制 是不是就是成功的行出来 就是没有 所以呢就是他说这些话 就是记起大部分民众的一些不满了 我觉得其实梁静英刚才 就是他这个话吧 也许是他真实想法 但是他其实 我觉得他这种态度啊 的确呢 也表现出他在政治表态方面 一种不成熟 对 我觉得很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因为他即使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不能去直接说出来 的确像凯西说的是火上浇油的情况 但是目前来说 你说他的一种 作为他的一种身份 他应该去如何去 去来表态 是难道说就是 不表态吗 还是怎么样 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的表态可能未见得 说出来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但是对缓和 这个社会的情绪 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包括说 你看这一次战争 可能一开始 政府为什么错判形式 是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多人的支持 我觉得一开始 首先这个对抗的双方 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学生 可能是站在略为弱势的 另一方是这个政府 民众已经对他很不满了 所以如果我是一个 本来我只是 没有任何立场的人 或者说我甚至是 政治能感的人 我看到这双方的时候 我自然道德感的天平 是已经倾向于 学生这一方的 就是学生 其实他在道德上 站在了一个高地上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后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 可能原来 我只是不愿意出生的人 他去加入到 学生这一边 是因为我忍受的 社会的一些 长期的压力太多了 比方说地产霸权 是大家常常说的这些 对我对这种社会的不公平 我忍受的很多 但是我之前可以忍 因为也没有一个平台 或者一个管道 去让我发声 但是现在可能借着 战中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站着借着我去支持学生的 这样的一个时机 我就把我积压已久的 这种愤怒表现出来了 确实是需要一个政治智慧 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之前我还一直觉得 梁振英 你作为香港特首 很多的指责 就是针对你个人来的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跟学连这边 有一个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来澄清你自己一些理念 但是现在 他这样的一个表态 我觉得算了 还是让林郑来吧 林郑宇娥 可能在说话方面 更有智慧一些 更有艺术一些 我觉得林郑宇娥 她其实每次她对话 或者是所谓的 她的讲话当中 会有一些所谓的空间 让你听着还挺舒服的 就让你最起码当时是 没有办法说起 有幸福的感觉 觉得还有空间来可以谈的 再加上她是女性 可能本身有一些优势 那其实像刚才 小蕾也觉得 可能现在林郑的形象 已经比梁振英的好了 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 她有一个分析是这样 就是说 为什么梁振英 现在民望这么差的情况下 其实北京也会考虑说 要不要换掉特首 或者怎样的 这样的一种选择 但是这里面会带来 无穷的后患 是开了一个先例 就是如果说你示威 闹一闹 然后政府就妥协让步的话 那以后岂不是有一个 多米诺骨牌的一个效应 大家都效仿怎么办 对实际上中央现在 已经更加的去强调 对香港的这种治权 这种治权是中央 一直应该有的 只不过是在过去的时候 在一国两制 大家因为一国两制 就像之前说的 它是确实实际上 没有其他国家在实行 大家也都是在一个 摸索探索的过程中 那北京以前 可能对香港 是比较放手不管的 那现在会强调 这个治权的问题 我现在想要 说回来的过程中 如果说在继续的 给香港民众 一种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你通过示威 我就可以换掉你们 就不满意的特首的话 可能对以后来说 中央要考虑的东西就更多 对而且中央现在 我觉得他一直是 在强调法治 强调基本法 是他现在正改的 一切的基础 包括四中全会 也在强调依法治国 可预见的这几年中 可能政府的态度 不会软化 而且梁志英 之前爆出那个丑闻 好像也没有什么下文 我觉得他近期 导致他下台的 这个可能性不大 特别是前两天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公开的表态说 中央会支持梁志英 对香港的一个 作为特首的一个 如果说中央的态度 不发生改变的话 我们要看到一种 长期的一种 香港的战争的影响 后续的影响 就如果说 他的态度不发生转变 可能会有些人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轴 就可能会比较轴 他就一直在那说 那没事 我们就上街来去 那个呼吁一下吧 那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长期影响是很大的 那可能就没事 不怕穿鞋的 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也不怕失去更多 这是我们担心的 这个过程越拖越长 可能没有一方可以 最后成为赢家 大家都要付出代价 所以之前泰国商会的 一个领导 所谓的一个委员 他就提到说 泰国之前的 红山军和红山军 他们之前的那种争夺 就很长很长时间 一直在蔓延 本来觉得这个事很简单 都已经泼血了 但一直在延续着 他就一直在 那香港目前来说 是24天了 今天踏入第25天 未来会是怎样的 一种状态 我们不得而知 我还是比较寄希望于说 港府去向中央反应 民意的一些状况 我希望是可以更加的 去可能清晰的反应 像包括说 昨天的对话中 也有很多学生强调的 说一些民调的数字 什么的 但是港府的回应 都是比较模糊的 就是说你们不能代表 大多数人 不能代表完整的 民意 我也同意 就是如果他可以 向中央去反应 就是香港市民 他们的看法 他至少可以做 他的本分出来 不是在谈谈当中 就是说你们的意见 只是一小众的 一个代表 那就肯定是 不是回应民意的 一个态度了 所以就是港府 在中央跟香港民众 沟通的这个桥梁方面 的确是有很多的东西 没有做到位 对我还是特别同意 我们之前请教的刘先生 他的一些点评 就是虽然说 双方的特别是政府这方面吧 他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底线 就是之前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不可能退 那么这个活门 这个空间还是有的 就要考验政治智慧 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 让双方都有台阶下 至少先现在把这个战中的问题解决 让那些暴力的行为 或者影响到一些底层市民的 这样的一些社会成本 不能够嫁接在这些人身上 找到一个更好的沟通的平台和对话 然后甚至是说 能不能来具体的谈一谈 一些具体的方案 还有我希望就是可以展望一下 就是将来这个提名委员会的 1200人的那个主称 是有什么空间 可以提升了有民主的成分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大家可以继续注意下去的 对不要就着原则 在这样争来争去 没有一个结论 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怎么操作 可能更加实际一些 对没错 我觉得其实一定要在具体的层面上 来去讨论 这些所谓的正改方案 才能会有一个更合理的一种解释 或者更务实的态度 可能会更加和平和理性 我们也会密切来关注战中 好那以上的就是今天的三地话新闻 我是沈维 我是小莱 我是凯蒂 我是凯蒂 拜拜 好 感谢观看